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一定要在改革的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它 其实也是社会变化 这种改革也是因为改革引起的农村改革引起的农村的社会现实的变化 所以我也在这么一个题目底下的主题底下来讨论它 在座的应该路遥的伦生都看过吧 看过 对 那么这个就看过就好了 那么高嘉玲是不是对你们有一个很强烈的影响 有吧 没有同感的 你觉得很遥远的 那么高嘉玲事实上就是他写出一代的农民的青年 他们在农村 然后这样一个社会的变化 使他们有机会的进行一种人生新的选择 在过去 在文革前 或者说在这样一个八十年代以前 你是农民 你是工人 你是大学生 那么这样一个 你是右派 等等 这些社会的等级 社会的地位 你的要改变起的非常非常困难 作为农村的青年 他要选择改变 离开农村的 那种可能性机会非常非常的小 同时农民紧紧的依附在土地上 他这试图写出新一代的农民的 因为这样农村社会现实的变化 包括这种高考啊等等 这都是大量的农村的青年 他们的命运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但是他高考的落榜 落榜呢 他又面临人生的选择 到底是继续留在农村 劳动 还是说能够到城里去 那么这样一种选择 其实对于那个年代的青年来说 不管是农村的也好 城市的也好 都会有这样一种很尖锐的一种选择 当然这个小说呢 它其实是通过一种很富有象征意义的 这样一种关系 就是一个是农村姑娘刘巧珍 一个是陈宇的姑娘黄亚平 就看这个 他在这两个人之间呢 他怎么去选择 其实这样一个选择也表明 他对家乡对土地的一种态度 和对城市 现代 未来生活的一种选择 那么在当时这就面临了这样一种争论 当时争论显得比较幼稚 就是他不能抛弃农村的姑娘 然后就向往城市那种糜烂的 其实你发现小说它当中是一种虚构 用这种虚构的东西 它已经给出了一种形态了 所以你看刘巧珍是一个非常善良的 美丽的 是吧 然后这样一个朴实的厚道的农村姑娘 然后觉得高嘉玲如果抛弃她 其实这本身已经会给人一种误导 是吧 就是她是善良的 黄亚平呢 一看就是非常张扬的 非常个性 虽然他们也会谈这样一个外面的世界 是吧 谈谈外面的这种新的这样一个知识 有共同的语言等等 但是黄亚平显得作作 显得浮夸 显得那样 那么这总是使人们在对这个事物的判断上 看上去是一个价值的道德的判断 其实呢 是个人的一个情感的一种判断 是吧 就是说刘巧珍和黄亚平 似乎是各有前求 对不对 黄亚平很现代 当然靠不住 是吧 和摩登 像这种女孩子建议四千 是吧 城里的女孩子经常都被塑造成是浮夸的 不劳动的 偷懒的 是吧 然后会变的 是吧 这个 然后很浪漫的 作风不正派的 农村的女孩子总是塑造成心地善良的 朴实的 朴实的 老实的 勤俭之家的 会劳动的 厚道的等等 这是一种概念 是吧 这种概念 这种概念当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文学建构起来的概念 在过去中国的农村 它总是有另一种 另一种叙述 比如说 比如说 人穷至短 马寿 谋长 这个 人穷无益 是吧 所以这都是 对穷人都进行一个 一种这样一种描述 一种阶级的描述 你跟穷人打交道是很危险的 那么人穷至短 他就容易犯错 就是说在整个底层社会中 他因为他已经没有底线 他没有退路 所以在底层社会 轮轮到底层社会 他发生的危险性 破坏性就更大 是吧 他有可能破坏 你也可能破坏他自己 但是呢 在这个小说里面 其实已经有他的倾向性了 他把农车姑娘描写得非常的善良美丽 虽然说是七只 这个老母猪下了这个 什么多少只猪仔 是吧 和他谈论这个 那么大学华雅平 谈的知识都是很高雅的知识 都是这个新的 新的知识 充满了对未来社会的那种向往 那么这些对比呢 在这样一个描写下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可以看到他的概念化 会看到他的 这样一个简单化的东西 但是呢 最重要在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篇小说 写出了一代农村青年 他们要改变自己命运的 那种意志 那种渴望 以及他们失败的 那种荒凉 那种沧桑 所以这些呢 都是这种小说 打动人的地方 那么 路遥在这个人生中呢 他是引了这个柳青创业史 写改辖的一段话 就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 常常只有几步 所以对于你们来说 这几步就是中考 小学考中学 中学考大学 所以你们这几样的几步都走好了 所以你们的未来 就是无限的光明 就人生就是这样 你摆脱底部 就像这个股票一样 是吧 这个大事 你一直大盘 你一直跌到底 在底盘挣扎 这个非常困难 是吧 这一个股票 那你啪 你上去 上到一个台阶了 这你脱离底部了 是吧 你脱离这个底层社会了 那么你处在这里 你就再怎么着 你都不错 是吧 你都不会差到哪儿去 你就像 你们前几届的一个师兄 在山西还是在哪儿 在山西还是陕西卖猪肉 是吧 他是沦落的最早房 卖猪肉 但只要他一卖猪肉 他也卖得比别人好 很快变成猪老板了 是吧 很快就让他开了很多的 卖猪肉的店 所以不几年 他马上又发达了 就是因为你是百大毕业的 是吧 你已经脱离底部了 你就是一个农民在那儿 卖猪肉 他一辈子只能卖猪肉 是吧 不止他卖猪肉 他弄不好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 还得卖猪肉 是吧 所以就是说 人生他确实是这样 你开始几步 非常关键 开始几步走好了 所以你后面 即使犯点错误都问题不大 是吧 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犯错误 希望你们越走越好 是吧 步伐越来越大 当然就是说 这可以看到 在那样一个 一个社会的一种结构当中 特别像中国这个社会 所以你没有摆脱底部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你没有摆脱底层 这对于你的人生 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艰难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底层 增长和奋斗的这些青年 他们的一种痛苦 像高家里 他是土地 他依附在土地上 农民和土地 这是最底层 落在土地上 大家我们一方面说 脚要踏大地 要拥抱土地 但是真正你趴在土地上 你就完蛋了 你这个脸朝黄土背朝天 那你就完蛋了 但是中国恰恰的 有那么多的农民 他们的足足备备 老老实实的 他们脚踏土地 脸朝黄土背朝天 默默的劳动 默默的奉献 这才有你们 懂得更好的人 是吧 能够摆脱土地 因为他们 能够脚踏土地 当然这是一种历史叙事 是吧 这是一种历史叙事 但是从一种 个人的经验上来说 你如果说 趴在那个土地上 你要离开这个土地 你要飞起来 就很难 是不是 你要飞起来 你就要付出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努力 所以 这个小说 当它引起了 处在底层奋斗的 这么庞大的 青年的一种共鸣 在中国 这个社会在发展 就是说 摆脱底部的人越来越多 底部的人越来越少 你像在发达的国家 它农民只有8% 的这样一个人口 是吧 中国可能现在 还依然是 有8亿农民 可能依然还达到 6-7% 中国号称 这个农村和城镇人口 在201几年 大概要对半对半 是吧 农村人口50% 城市人口50% 但是最终 中国可能在未来的20年 农村人口 要降到30%以内 40% 30%以内 所以这种城市化 我是不赞成这样一个政策 我觉得这是中国 如果真正要走 社会主义的道路 那么中国真正要符合中国的国情 我觉得 中国应该下大气力 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我觉得 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村 它才有出路 都跑到城市 是吧 你城市的楼 它会盖完 城市的提供的就业机会 它会耗尽的 它不能无止境 现在是高速发展期 所以如果说 中国现在我觉得 有两个经济政策是一个误区 一个是城镇化 就把农村变成城市 这个农村 然后小城市变成大城市 乡镇变成小城市 然后把农民土地 把它占有 农民离开土地 堆到小城镇去 从事一些小商品生产 弄一些廉价的这种商品 也卖不出去 这个 但是呢 农村呢 完全荒唬了 所以你现在看 很多地方农村 它是荒唬掉的 这是一个 另一个呢 把农村变成工厂 我们懂不懂 华西村经验 是吧 还有什么经验 什么经验 那个村子什么产枝 是一百个亿等等 我觉得这个一个村子 一个华西村 是可以的 是幸运的 如果说中国 有一百个华西村 我觉得那就麻烦了 就你那么多的农村 变成工厂基地 工业基地 你生产的产品 你卖哪里去 你把原材料耗费掉 能源耗 这个资源耗费掉 你后面怎么办 再一个农民 你都把它变成工人 你中国的发展的问题 就解决了 所以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要 农村 要建设成一片绿色 农民种地 是吧 农民呢 能够学哲学和文学 是吧 他们安居乐业 是吧 他们自己养猪 养鸡养鸭 不要用GDP去算他们 人均GDP多少 这没有意义 就是说你应该有这么一种新的生活的理念 八亿农民还生活在农村上 把它种好 是吧 把地种好 环境保护好 是吧 然后城市的 还有几亿人 在城市里面劳动 经常呢 去农村玩一玩 是吧 农家乐 杀之鸡 是吧 这个 这个 对一只鸭 是吧 然后唱点这个地方戏曲 这样的生活 可能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口 超量的国家 可能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农村去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 这才是一条出路 发展农村的这种旅游业 然后城市的人 每一个月都能到农村去住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是吧 半工半读 是吧 这样中国这个社会才和谐 这和谐社会这才出路 你说对不对 如果把中国农村都变成工厂 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灾难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灾难 然后把农村变成一个 小城市变成大城市 那么农村变成 小镇变成一个中等的城市 农民抛弃土地 然后土地都都都都 都建了工厂 建了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这对中国为了发展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所以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呢 就是听不进去我的意见 所以会犯错误 我是觉得 但是在当时 路遥的人生是写出了 一代中国农民的这样一种希望 他们想离开农村 农民本来是紧紧的热爱他的土地 是吧 就是梦想有自己的土地 但是有了土地之后 生产责任制之后 他有了土地 年轻的农民 他们要摆脱土地 一方面是通过教育 另一方面呢 是通过这样一个别的途径 所以路遥后来有这个平凡的世界 是1988年完成的 1991年获得这个毛主文学奖 1992年呢 43岁的路遥了去世 这个平凡的世界 因为有三卷本 估计在座的可能都没有看过 看过 哇那你们很了不起 这个平凡的世界呢 影响非常大 是吧 但是这个小说的这么厚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分析它 我们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 和这个高10的 和这个路遥的人生 有某种那种内战的联系 是吧 它也是写底层的农民 他们和土地的关系 在土地上发生这些爱 发生了这么一些故事 同时呢 路遥的小说确实 写人物内心的那种矛盾 那种 内心的这种冲击 它写得非常的强烈 它对农民的那种命运 写得非常的一种透彻 可以看到这个陕西的作家 他们都能够写出很大气的东西 厚重的东西 所以你像这个创业史 柳青啊 写创业史 这功力很厚 大家别以为柳青是一个土包子 柳青写创业史的时候 他住在那个农村 是吧 住在坡屋子里 后来那个坡屋子里面只有炕 炕连枕头都没有 是装头来当炕 他本来是当过县委副书记的 后来辞了县委副书记 住在那里住了十几年 但柳青上中学的时候 自学英语 学了一年的英语 就能读英文的原著 后来学俄语 人还搞翻译 还通俄语 人还通两门外语 是吧 大家以为这个 都以为中国作家是土包子 他不是的 是吧 所以他是非常有文学修养的 那么陕西的作家 你可以看到 他们有一种非常大气息的作品 白鹿园 蒋明娃的废都 是吧 琴枪 那么这些都非常大气的作品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那么气象非常大 所以小说就是 以上代的黄头高原的双水春 孙江是吧 孙江有两兄弟 少安 少平 当然还有他的妹妹 那么田家这个父亲的 田父他主要是田论业 论业和这个绍安 他们有一种爱情的关系 这三家的命运为中心 反映了文革后 到改革初期的社会面貌 那么这个内容提要 我是从一般的 对这个书的 这个宣传的内容提要上 跟他借用过来的 我想这个 既然大家看过了 这个内容提要 我就没有必要重复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小说 它确实人物关系设计的 非常的 设计的非常好 是吧 那么 同时它是以 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从事生产 个人的这种 命运和道路的一种选择 但另一方面 它其实是大量的依赖 依靠 人物的这种 情爱关系 是吧 来写出 人物内心的 那种矛盾 写出这种 命运的 一种困境 所以小说 在建构人物关系上 情爱关系 是它最重要的 一种 关系的结构的一种方式 所以离开这个 人的关系 就很难 很难深入 是吧 所以大家看小说 一定要深入到人的内心 它只有通过情爱 因为 其他关系是一个公共关系 是一个社会关系 是一个外在的关系 你们都 很难看到人的 内在里面去 以及那种最复杂 和最隐秘的视觉 它只有通过 通过这种 情爱的冲突 因为情爱的冲突 才是 和他生命的 最根本的 最本质的 那种意义 是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还有权力 是吧 还有社会关系 有一种权力关系 所以权力关系 和情爱关系 权力关系 可以是广义的权力 广义的权力 是吧 那么 和这样一种 关系 但是这个关系中 它始终贯穿 其中的是 农民 年轻一代的农民 他们的奋斗的一种意志 他们的奋斗的意志 其实奋斗的意志 这一点上 对小说来说 它是很抽象的 甚至是很空洞的 它无非是从低往高处走 是吧 那么一个成功 和另一个失败 一个失败和另一个成功 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都是一些事项 但是真正 能够有一种困境 矛盾 令人悲痛的 是一种 和自己的情感关系 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一种内心的 一种极大 所以你像这个 小说写到这个 他们之间的爱情 像少平和好红梅 那么 然后少安 又和这个论业 他们之间的感情 像这些感情 他写得非常的细腻 写得非常的 写得非常的丰富 那么这点可以看到 小说呢 是在他们情爱的这种 不可得 错位的这种关系下 来写人物的性格 人物的那种 内心的那种 那种困境 它才能够 非常充分的展示出来 那么第二部呢 它是写到 79年 十一月三中全会以后 可以看到 这种底层的农民 他们 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他们如何想改变 自己的命运 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 农村发生的变化 所以 邵平 你像邵安 他在农村呢 还在劳动 他试图推广这个责论制 就那个是人民共产解体之后 实行这个责论田 是吧 他是包产包户的 那么另一种说法 实行责论田 责论制的一种推行 然后农村的一步步的变化 在这里也都可以看得出来 从七十年来末 到八年来出了变化 邵安呢 也可以进城拉砖了 所以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 农民也开始 可以从事 非粮食生产以外的那种生产 成了公司的冒监户 邵平呢 也有他的梦想 他就到外面去闯荡世界 从一个漂泊的 懒工汉呢 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 最后又获得了 当煤矿工人的机遇 所以大家想一想 如果说 那你们去当煤矿工人 你们觉得 除非你们犯错误 是吧 这个 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你就当煤矿工人 是吧 本来工人阶级是最光荣的 但是你只有犯了错误 他之后才有资格去当工人 所以大家会发现很奇怪 如果让你们去当煤矿工人 你们很痛苦 但是所以 人就是这样 一种命运 在哪上唱哪上歌 是吧 农民能够去当煤矿工人 他觉得这简直是不得了 是吧 这简直是 让人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羡慕 感谢观看